欢迎再来我们首次的热搜环节 有 对 今天要是三个热搜 请示第一条 这是我能免费上的周深的声乐课吗 为了画面整洁 我觉得看完之后 应该又算是一个flag倒掉的一小瞬间 我一直都有说我很不想当一个老师 因为我觉得当老师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 你要照顾到 可能要照顾到学生的情绪 或者是你要去各方面去考虑到他的情绪 或者是所有的方面 所以我觉得老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 因为他会全面地去观察一个学生 或者在想怎么去帮他 然后就看到这个热搜 我就觉得 感觉好像听到了flag倒掉的一个声音 说实话 在做那些事情时 没有在意是否有摄像机在记录 只是想的是自己如果去一个节目的话 如果是能够去陪他们一起成长 或者去帮助他们一点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作为学生代表想过来上第二节课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周老师 好 先唱一首 那我是不行 学生代表都不准备歌曲来就要上课 而且唱歌唱 我现在说话都走掉了 我应该教不了唱歌走掉 唱歌走掉该怎么办 多唱吧 多唱 知不知道好走掉不知道 但开心就好 唱歌最原始的意义就是开心就好 你选一首特别适合自己音域 然后特别适合自己音色的一首歌 然后其实不需要很大的技巧 你就把它全部唱好 各方面各方面全部适合之后 最近怎么普通话推不这么多 各方面全部都适合你之后 你就会让人家觉得 哇 你这个人唱歌怎么这么厉害 每一个人的音色和音域和他喜欢的风格和他嗓音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推荐一首就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一定都会唱 祝你生日快乐 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 当你无论在任何时候 你唱着这首歌 那个人就一定会觉得你真好 以后有句话都来我演唱会吧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我在那场演唱会的时候 让大家观众跟我一起去唱达拉帮巴 他们却记得清楚达拉帮巴般的 北地不多比鲁邦的名字 哇 好 第二条 周深演唱会哭了 正好刚刚聊到的演唱会 对 说实话那天严格意义上没哭 因为我在忍住我的眼泪 然后最后好像眼泪没有掉 所以我在现场我就说的是 行嘛 我哭了 所以我在现场我说的是 我不管我没有哭 眼泪没有掉 我就是没有哭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看到的时候 我有点尴尬 就会觉得 周深怎么感觉好像一直在哭 但后面自己想了一下 其实你没有办法抗拒被真情打动 每一个歌手开演唱会 你都会没有办法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 包括我之前看演唱会 我可能看一些演唱会纪录片 在开演唱会之前 我都在想 真的会那么控制不住哭吗 但在开自己特别小的歌手演唱会的时候 也会跟着哭 然后在我第一场开的演唱会的时候 哪怕那个场子不大 我第一场可能 很少可能就一千多 就是一个很小的场子 但是完全就忍不住要哭 因为就当下面所有那么多人一起去唱着你的歌 你把麦克风递出去 然后有人跟你回应 就会觉得就很像 以前军训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 我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我就不知道有没有 有那个就是把 就是把自己交给对方 就这样躺下去 然后下面会有手一个个接着的那个活动一样 我觉得就会给你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但当一个人感觉到非常十足的安全感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会被戳到你心中最软的那个地方 你就啊就控制不住 没有办法抗拒被真情打动的 对 生活中是一个爱哭的人吗 我还好 我是个很感性的人 当我看电影我也经常大笑 或者大哭或什么之类的 就对 包括你看我在电影院看我爱你的时候 我也哭得很惨 我就觉得无所谓啊 我觉得有情绪 你就是要让它存在嘛 不要老憋着它 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去让自己去跟所有的情绪去和解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状态保持得更好一点 第一反应我会觉得 就是会觉得 但后面因为的确也有见到歌迷会这个样子 或者是歌迷 就是见到说他们会忍不住的手在颤抖 一开始会觉得啊会吗 但后面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就会能够被这么浓烈的爱去包围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歌手 然后再听听他们分享的 可能在各个时期去听到 我的歌声的陪伴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做歌手这个职业 还是非常有很多 很多意义的吧 你会这样觉得 所以后面你会开始去 接纳他们身上的那一份 可能害怕 或者是胆小 或者是他们那个浓烈的情绪 就希望他们所有的浓烈情绪 可以柔软的着地 我一般不会让他出现的感觉 我要大概心里 我觉得要有一点点把握 才会生出那个话筒吧 所以生话筒次数最多的话 肯定要在演唱会了 因为你会 因为所有人都是专门来看你的 演唱会对歌手来说 它永远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像在结界里面的一个地方 在那里面你会觉得 下面所有的人都会愿意去接触你 或者下面所有的人都会 愿意去回应你 我觉得这份感觉 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像这一次北京限定场的开场曲 我想的就是与歌名有关系吧 就缘起 就我不会知道 大家是从什么时候 去听到我唱歌的 或者从什么时候去 知道周深这个歌手 或者可能只从名字 或怎么样 开始慢慢从节目里 综艺里 或者是电视剧里 电影里 动漫里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也很好奇 我们的缘是从何而起 所以第一首歌是这样 但最后一首歌的话 我一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都会演唱不想睡 因为这是在卡布 还在 就是说还在网上 给大家唱歌的时候 我都会在用这首歌结尾 我就是在这首歌里面 有念过无数个人的ID 有跟无数个人说过晚安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带着卡布 一直在往前走 也包括带着 从一开始就听我唱歌的 那批人一起往前走 然后慢慢在很幸运地 接触到现在的声名啊 或者其他的歌迷们 一直一起往前走的一个记号吧 一个符号 我觉得 很多人可能不太懂这个点 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懂得都懂 第一反应是诧异 就是我做什么了 然后后面一开始舞台 说好开心 一个舞台能够被大家去听到 或者是被大家去感兴趣 我觉得是对歌手来说 很多时候会 甚至会觉得 有点点小奢侈的一个事情 所以看到这个时候 我会好奇 是什么事情吗 因为你第一反应 根本不会想到是舞台 对 因为大家肯定会 更多的会关注到一些 可能其他的 可能某个综艺的片段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点进去是舞台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我夸人的话 首先我都只挑真话说 巨事啊 没有固定巨事 就是看到什么 就会说什么 对 比如我说 我觉得杨老师 您就很真诚 就所有的问题 都会看着我的眼睛 然后每个地方 都会给我回应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被采访 也会很安心 然后很好的表达 还有像我们摄像老师 也特别好 刚才有问这个光 要不要光的时候 他说不会 这样打起来更好看 是让老师尴尬的 你是个爱人 你是个爱人 我也是个爱人 老师的表情更尴尬 也是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爱人 是吧 你要向我学习 我是爱人 你是艺人吗 我肯定是爱人 我特别爱 我85%的爱 老师您是百分之多少的爱 我百分之二十万 那应该是艺人 好 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就会绝了 我人生中非常大乐趣 就吃到好吃的 尤其是吃到自己 平时不怎么吃的口味的 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 就会觉得绝了 或者是看到非常好看的 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绝了 演唱会 但我觉得绝了的是我的生米 我的歌迷们 就每次 说实话 一开始把麦克风 递下去的时候 会忐忑 就下面会不会 不会接 或怎么之类的 但是回去 自己也会想去 重温那个时刻 马上听到生米们 唱得好好 我觉得 真的是绝了 怎么唱得这么好 我又看到很多 其他朋友的评论 他们都说 哇 他的歌名怎么唱得这么好听 我觉得绝了 和声插 copies se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